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于谦父亲的璀璨人生 吃饭别具一格,身份与众不同 就连行为也让人迷惑 于老爷子的一生到底有多精彩 在郭德纲和于谦的段子里 郭德纲最喜欢拿三件事说事 一是调侃于大爷 二是暗事于大娘 三是调侃于老爷子 每当听到这时,观众都能笑出声来 在他的口中,于谦的父亲姓孙 名叫李时珍 又名于小屁,于香肉刺于德纲 他是公亲王府给公公之子 家中排行第八 是八大胡同的董事长 人称京八爷,爱读书,爱吃肠 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 出身满洲的尿黄旗 满名为爱心觉罗,匡 是满清八大铁帽子王 织帽子王 总而言之 在郭德纲的嘴里 除了谦大爷和他的媳妇 就属于老爷子被他调侃的次数最多 于老爷子胃口极好 早餐吃红烧大肠 中午吃清蒸大肠 晚上大肠刺身 生活有滋有味 而他吃猪大肠的样子也十分特别 不用他那一米五的银叉吃 却是直接上嘴 到中午了 在这盆里边盘好了 找这头把这头 夹起来搁嘴里边 到晚上更了不起的了 大肠刺身 哎呀我要偷 于谦父亲的一生有多精彩 当厨师不小心惹怒警察 曾和佩奇乔治一起喝奶 就连信仰也和别人有差距 俗话说的好 厨子不偷 无骨不收 而于谦的父亲 却因为当厨子偷东西这事 被判了十年 碗 筷子勺 炒勺 蒸锅 冰箱冰柜 桌椅板凳 电灯电话电扇 空调 房顶子 窗户门底砖 女服务员 原本这件事已经够吓人的了 没想到亲儿子于谦却说 这十年不多 要是我判早就枪毙他了 这果然是亲儿子 换个人都说不出这话 除了当厨师 于老爷的生活方式 也让人十分羡慕 早上起床先醒醒困 安排一下今天做什么事情 紧接着精彩的一刻来了 先喝点猪奶 对 你先等会 不像话 你喝牛奶 羊奶 哪喝猪奶的 喝着半截啊 那个牛坐下了 大热器再也不喝牛奶了 这长记性了 喝猪奶 从根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几个 佩奇 乔治 没关系 没有那玩意儿 郭德纲和于谦老两口 在台上 你一言 我一语的 把台下的观众 逗得那是哈哈大笑 于老爷子的那点面子 早就被他们扔到脑后了 除了调侃他的生活 就连老爷子的信仰 在郭德纲的口中也十分特殊 于老爷子那个人是这份 特别善良 信佛 没错 胸口老挂着一袋铁关音 我爸爸信佛 这挂袋茶叶干嘛呀 幸好是调侃自己家人 这但凡换个人 早拿着刀等着他了 尽管郭德纲这么多年以来 无限的称赞于老爷子 很多德云粉丝就会去搜 那这于谦的父亲 除了叫皮条胡同老拉家的 欧阳清松先生之外 这于谦的父亲到底叫什么 有人说德云社之所以发扬光大 有20%是郭德纲和于谦的功劳 剩下的80%全部来源于谦的家人 那郭德纲成天拿着于谦的父母 打比方 难道他们真的不在乎吗 其实于谦的父亲 不像郭德纲口中说的那样 只是杂卦罢拉 就像相声中常说的一样 台上无大小 台下力威俊 相声就是两个人站在这说故事 对呀 故事的主人公 第一就是我的事情 第二就是他的事 对 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 于谦的父亲名叫于庄静 是早年间大岗油田地质勘探部门的老总 而于谦的母亲在当时也是很有名气的石油化工专家 于谦家是实打实的书香门地 一开始于老爷子对郭德纲相声的评价很不好 但他们看得开 后来在于谦的不断劝说下 他们最终在2009年德云社风箱的时候去现场看了一场 原本生气的他因为现场氛围很好 他也十分的开心 最后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和郭德纲计较 而他也无所谓的说 相声中的我们就是一个角色 就像演电视 人家演电视还睡一个被窝呢 人家怎么不尴尬呢 其实在德哥看来 如果没有于老爷子的豁达 郭德纲也没有如今这么多成就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于谦父亲这件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